9月27日,一篇题为《离职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才》, 支配呆在国企底层,当文章引发热议,一篇文章引发热议,图取网络文章周称,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副主任设计师张晓平,离职跳槽去了一家名为北京蓝金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后,被该研究所以红头文件方式喊话, 陈奇离职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我国在人登月重大战略计划的论帐和策划工作,要求张晓平返回研究所,文章中所发的文件截图, 图取此主张先生微信公众号此事,很快被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方面辟调,不过,张晓平的具象,依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家北京蓝金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究竟什么载头,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辟调,他离职不会对研究工作,造成任何影响, 9月27日,针对网上那篇文章,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相关负责人,通过红新闻回应,张晓平确实是辞职了,但他没有托你就走了,单位只是履行一个正常的程序要求他回来托你, 因为国家保密规定要求,要的其他单位就业必须托你,但由于工作人员可能不太了解情况,为了让他回来托你,在文件措辞上进行了渲染,夸大了他的个人贡献, 然后有人把这个文件晒出来了,由此引发了这个事件,该负责人说,张晓平是一个普通的设计师,并非真有这么大的个人贡献,他的离职不会对研究工作造成, 任何影响,巨星金报报道,张晓平今年上半年入职,在北京蓝键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检畅蓝键行业,揭替张晓平入职的新公司CEO是清华NBA, 公司一度招不到任张晓平的新公司,蓝键行业,位于未经一桩经济开发区的荣华南路, 红星新闻记者此前曾经过此处,当时在现场看到,该公司和开发区的很多创业公司一样,租用两层楼,低调的藏身在写字楼里, 据媒体公开报道,一桩经济开发区,是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的所在地,为了拥抱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强度航天科研人才,很多民营航天企业和蓝键行业一样, 包括北京研发中心和西安研发中心,2017年12月,成功点火10吨企业让甲烷火箭发动机, 自称是GSpaceX和BlueOrigin,之后全球第三家自主掌握博业发技术的民营航天公司, 今年4月9日,宣布完成币轮两亿元融资,累计获得各类投资超过5亿元, 蓝键行业CEO张昌武告诉红星新闻, 今年8月下旬,蓝键行业自主研发了民营运载火箭,朱雀一号,在西安完成总装, 这个节点对中国行业很有意义,最后一根螺丝拧上,中国第一枚民营运载火箭就产生了, 朱雀一号完成总装并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受保者空土张昌武,拥有清华大学NBA学位, 曾先后在贵丰银行,西班牙方坦的银行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2013年左右,他听身边朋友谈论民营航天,时开始关注该领域, 随后他找到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曾在欧洲航天局工作15年的无数班, 张昌武受访者共图两人商量后,决定创立一家民营火箭公司, 当时就想参考SpaceX的模式,利用国内丰富工程师的资源, 去做一件以前没有的事情。 张昌武说,2015年6月,他和无数班一起在一庄成立北京蓝线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航天能不能做,到底多大程度去做,多长时间能做出来。 张昌武记得,刚创业纳会,脑子里总是不断冒出这些疑问, 很长一段时间也无人解答。 创业之初,张昌武感到最难的是说服投资人和工程师, 政策不明朗,投资人不敢贸然进入,公司的发展遇到了阻碍, 航天工程师多集中于航天研究院, 他们工作严谨,很难被创业者的情怀打动, 很长时间里,招不到员工,公司包括张昌武在内只有两名员工, 一庄另一家民营航天公司, 01空间的CEO舒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据央视公开报道,2014年下半年,舒畅几乎每天都泡, 在航天某阅附近的一家咖啡厅, 约各个缓解的技术人员他民营,或见得可行性。 在那家咖啡厅里,他被拒绝了四五十次, 跳槽的不止一个张小平,公司大部分技术人员, 都从研究所出来的其实。 不止张小平一个人从国企研究所跳槽到民营航天企业, 崔深山之前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 主要负责航天气结构系统研制。 2018年初,他跳槽到一中的民营航天公司星际荣耀, 在他看来,公司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技术人才, 立志成为民营航天领区的代表,很有吸引力。 公司大部分技术人员都是从国企研究所出来的, 现在社会选择很多, 只要有能力哪里都可以安身。 这边比较自由,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 当然工作节奏快压力也大,工作效率更高。 崔深山告诉红星新闻, 抱歉一是今年刚从北航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秋水起年。 他见证民营航天从概念阶段的快速发展, 求职思路,也从最初的航天院, 扩展到民营航天企业。 他认为,在民营航天企业, 可以在更短时间获得更快进步, 对个人春夏有帮助。 正逢民营航天的春天, 就招出机会试试。 星际荣耀的大部分员工像崔深山一样, 都有相关研究方面的经验。 崔深山告诉红星新闻, 他进入民营航天企业最大的感受是快。 一方面,民营航天企业数量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民营航天企业项目研制节奏飞快。 星际荣耀商区信EF准备发射现场, 图居星际荣耀微信公号除了人才涌入, 资本市场也闻风而动。 据媒体公开报道, 去年已有17家相关企业获得投资, 总额高于21.6亿元人民币, 民营航天成了先锋口。 产业院上的各个企业合作加强, 自主研发加快, 更多合作项目和发射计划,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星际荣耀今年6月30日完成A轮融资。 据媒体报道, 他此前已经累计获得各类投资于6亿元, 资方包括中信巨信、波玉城、 九泰阑珊、襄阳正期等。 星际荣耀宣传公关负责人姚博文, 告诉红星新闻, 星际荣耀在融资中没有遇到特别大的困难, A轮融资期间他们经常一天要接待七八位投资人, 资本主动向我们流入, 而不是我们去网络资本。 张长武说, 因为火箭研发的周期比较长, 2015年到2016年, 要从市场中拿足够多的钱来做运带火箭是比较难的, 但是今年下半年开始, 情况发生了变化, 仿佛进入收获的季节。 张长武说, 目前来建行业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 来支持未来的研发和市场开拓, 国家相关利好政策陆续出台近几年, 多加民营行天企业相继成立。 2014年, 工信部发布了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0年, 形成较为健全的军民融合机制和政策导规体系, 争较与民口资源的互动共享基本实现, 先进军用技术在民融领域的转化和应用比例大幅提高, 社会资本进入军工领域取得新进展, 证明结合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提升。 在同一年, 国务院60号文件提出,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融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民融遥感卫星数据政策, 加强政府采购服务, 鼓励民间资本研制, 发射和运营上业摇杆卫星,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卫星导航地面引用系统建设。 2017年, 国防科工局, 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 居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 将支撑太空、 陌落、 海洋等终点新兴领域, 电视写入意见中, 居民融合推荐力度加大, 相关配套细则逐渐出台, 逐多技术人才相继涌入民营航天。 据财经报道, 从融资和估值来看, 蓝叶航天, 零一空间, 星际荣耀, 已经成为目前众多名银航天企业的第一梯队, 北盛市场的关注。 除此之外, 还包括零客航天, 星图探索, 九州余舰, 灵动飞天, 深蓝航天等, 零一空间的第二枚, 重庆两江之星, 在西北梦国家发市场成功点火升空, 图授零一空间微信公众号从时间上看, 这些中国民营航天企业, 大多成立于2014年到2017年, 这期间中国知名融合文件评出, 政策逐渐清晰, 嗅觉敏锐的金融业者, 开始进入行业创业, 现在是发展民营火箭最好的时代, 在今年4月的首届中国航天大会商业航天产业国际论坛上, 张长武说, 未来运载火箭可能就像高铁一样, 张长武告诉, 红星新闻, 新的太空生意刚刚起步, 现在首先是修路, 谁找到入口, 谁就能拔带头筹, 作为最早太入浪潮的创业者之一, 张长武对明银行篇的发展充满信心, 红星新闻记者树潘俊门来信编辑树平静对于此事, 你怎么看, 本文文红星新闻微信号, cdsdnc流畅, 如果您发现本新闻, 有虚假不识的问题, 欢迎向我们后台留言举报。 请不吝点赞续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